同学们好 今天咱们开始讲这样一个导论性的课程 就是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那么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应该是说我们大家选择的专业 但是我们这个专业要做什么呢 他要培养什么样的人呢 那么他需要在培养这类人才的时候 他要具备哪些知识和哪些个知识体系呢 这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讲的内容 那么第一个内容 我们想从经济学开始说起 为什么从经济学开始说起呢 因为我们现在的这样一个国际经济与贸易的专业 他的本源上讲就是经济学 所以我们要从经济学来讲这样一个事情 大家知道经济学 economics 其实在我们把英文译成中文的时候 有两个意思 一个呢就是节约 节减 第二呢就是所谓的资源的配置 那么经济 当我们讲到经济呢 一定是比较节约的 有效的进行一些有限资源的配置问题 那么这种有限的资源一定是要有经济价值的 也就是说经济学他所研究的问题呢 一定是这种有限的经济资源在特定生产条件下的有效配置 既然讲到有效配置了 他一定讲 他是一个科学的 比较系统的 能够从一个比较全面的角度来考察这样一种配置的这种学问 那么第二个我们特别要讲呢 就是所谓的这种最优的资源配置 那么什么才叫最优 当我们把有限的资源分配到不同的领域的时候 最优它是什么样一个概念 其实呢 就是说我们经常讲投入某种资源 然后期望获得某个一定量的产出 那么这个一定量的产出 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效益或者是利益 这是经济学的概念 而这种经济学概念下呢 我们资源的最有效配置 就是最优的资源分配来实现的这种所谓的最大利益 因此当讲经济学的时候呢 其实就是一方面是投入 而投入呢 就是我们对资源的配置 另一方面就是这种投入要产生预期的更大的效果 那就是产出 所以经济学是研究 有限资源条件下 如何能够有最大的最优的产出的这么一种学问 我们在中学部学的高中呢 可能知道一些概念 到了大学 他要从总体上 学这个专业的时候是系统的一个专门知识 这是从我们讲资源配置的角度讲 实际上这种资源配置呢 就一个社会来讲 就它的利益的尺度来讲 它不简单是把产品生产出来 更重要的是 当我们生产出这些个经济产品的时候呢 或者具有使用价值的产品的时候呢 它还有一个如何才能进行有效的分配 而分配这个资源呢 当然它的目的是消费 是进一步的安排它的 不断接续下来的生产过程 因此呢 其实我们讲经济学呢 除了我们讲资源的有效配置 然后最大的产出之后 接下来的最优的原则呢 还用在它这个分配上 而分配呢 对于人类来讲 它不是简单的分配的结束 消费是一个很大的目标 就是我们有足够多的 足够好的消费 其实说我们讲足够多 和足够好的消费的时候 其实只养两个意义 一个就是所谓 对某种产品 你消费的数量有多大 比如我们生产的粮食比较多 我们每个人能够分配下来的 粮食的数量就多一点 比如过去我们讲 一个农民 他能够通过他一年的产量 能够养活多少个劳动者 或者是社会人群 这个概念呢 就是所谓的如何进行有效的分配当中 你生产的越多 可能每个人名下的这种产品的拥有量也就越多 这是说你的消费量的问题 而这种消费量呢 我们经常在经济社会当中又把它变成 你在已有的可支配的收入条件下 如何消费的买的产品也多 一般人员你的收入越多呢 当然买的某一个产品也多 比如我的收入足够高 然后人家可以买两个馒头吃一天 我的收入足够高 我可以买十个 但尽管人们消费没有这么多 但是他的收入的量是足可以支配 或者是拥有这么多的馒头的总量 或者是米饭的总量 但是大家知道 当你不断的消费一种产品的时候 你又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 就是你的效果是足够减少的 就是我吃一个馒头可能薄了 让我吃两个馒头的时候 觉得有一点吃的太多了 让你再吃第三个馒头怎么样 吃不下去了 因此一个人的可支配收入 并不是用来只消费一种产品的 可能要消费很多 要有多种多样的选择供你消费 而人他在满足这基本的需求的时候 就是衣食做行 这几个方面都是构成人们消费的一个领域 或者类型 实际上即使在同一个消费领域 人们在消费产品的时候 也不仅仅是要消费唯一的一种类型和一种层次 一种质量的产品 而是要消费很多 因此在经济社会当中 生产的产品是多样的 不仅仅是由很多的部门来生产 就是同一个产品 同一种类型的 比如衣服 也会有很多种不同的档次 很多种不同的摄像 满足不同的季节 不同的人 不同的年龄段的产品的需求 因此一个人消费的更好的时候 不是单纯指消费的量更多 还有一个什么呢 就是消费的选择更多 就是我有足够多的收入 多到什么程度呢 我可以选择比较低档的产品 我可以选择比较高档的产品 我也可以选择更高的奢侈品 那么这种多种选择呢 也是人类在最大化 他自己的利益的时候 他的一种尺度 因此经济学呢 在满足人们消费上 其实有两个尺度 一个尺度就是 你消费的越多越好 第二个尺度是什么 你消费的选择性越多越好 因此最有效的 和最大化的利益的原则 和最优的消费的这样一个原则 我们讲 一个是消费的数量 一个是消费的选择性 那这就是经济学了 因此我们看 经济学呢 就把这样几个问题 摆到了人们面前 一个就是 你有什么样的资源 你怎样使用这些资源 第二个 你这些资源使用的时候 能不能以最有效的方式 来使用和配置它 第三个问题就是说 你有效的配置了 最有效的进行生产了 能够生产出多少产品来 那么生产出多少产品来呢 是依据你现有的收入水平 和现有的需求的 而人们的需求呢 又是通过这样一种 多种选择反映出来的 因此当你进行生产的时候 一定要想到 人们最大化的消费 或者最优的消费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 经济学是研究在 有限的资源条件下 最有效的生产 最有效的配置资源 最有效和最大化的利益和消费 然后使得整个的社会生产 和社会生活 能够不断的进行下去 而进行下去 是不是就满足了呢 不是 当人们有了这样一种 基本的生产的和消费的方式之后 人们还不满足 还希望这样一种生活的水平 不仅仅能够稳定 是有保障的 还有一个什么 是不断提高的 因此呢 在经济社会当中 经济学家们研究的问题 和经济社会当中提到的问题 是一致的 这个一致性用的是什么呢 认为人们在这个社会当中 生活的需求和要求 是不断的向上走的 所以你这个经济社会当中 在不断的探索着 资源的有效分配的方式 资源有效分配之后 生产出来更好的 和更高质量的更多的产品 乃至于更高的 有效的 最大化的消费 所以这样呢 就构成了所谓我们讲的 经济社会的目标 经济社会的目标是什么呢 是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水平 乃至层次的 不断提高的过程 这就是经济学 那么经济学呢 我们在过去可能接触到一些知识 在大学这个阶段 经济学也是一个非常系统的一个学问 而我们可能要学到 比如 微观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 整个的社会政策 财政政策等等 这一系列的内容呢 都构成经济学内容 但是这个经济学啊 它不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学 在很大程度上 它是一个全球的 或者世界的经济学的概念 就是每一个国家 只要你是一个经济的社会 只要你不是资源无限 不是生产的产品无限 不是任意可以挥霍 或者是消费掉 或者消耗掉你的资源 那么这个经济学的概念 经济学的基本的道理 就是适用的 那么我们现在 就把这样一个基本的概念 扩展开来 那么假设世界上呢 只有一个国家 那么过去我们讲 一个国家的概念 现在这个整个世界 整个地球上 我们讲就是一个国家 那么全球的经济资源呢 就要按照这样一个 我们地球上的资源 总是有限的 那么这样一个基本概念 来考虑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问题 就假设这个世界 或者这个地球就是一个国家 我们拥有了这个社会 或者这个地球当中 所具有的所有的经济资源 比如我们有矿产 我们有地下的储藏的各种能源 比如我们有各种矿物的材料 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可耕种的土地 我们有各种各样可供人类 来生存的一系列的 所谓我们经济学讲的生产资料 和基本的原料 我们假设是这样 那么这个世界上的人口 假设有50个亿 那么我们这个资源 要能够通过调动其他的整个资源配置 来实现一个生产过程 而这个生产过程 生产出来的产品 要在50亿人的范围内进行分配 而50亿人在这个国家 既然它是一个国家 就没有其他的考虑 每个人的利益都应该很好地得到满足 那么这时候 这个世界就是一个资源有限的 要实现有效配置的 然后有效地进行生产 然后按照一个确定的 最大化的利益原则 来进行分配的 这么一个完整的大同的世界 假设是这样 那么这个社会 它的分配的原则 跟我们刚才讲的经济学的 基本的原理是高度的 完全的一致的 你就按照那样一个基本原则 那么这个社会就可以 既能有比较多的产品 来生产出来和消费 同时也能够在多样性的选择当中 满足他们的 可供选择的需要 这就可以了 但是实际上这个世界 不是这样起源的 而这个世界 从人类进化到文明社会之后 它就认为各种各样的 这个原因逐渐的演化成 一个一个单元 或者一个一个单位 这个单位和单元 我们现在给它一个 基本的概念叫国家 实际上有一些 我们也承认它的行政管理的 和政治管理的独立性 那么它的独立的行政管辖区 这样一个概念 就是我们再给它一个统一的概念 叫经济体 经济体 那么经济体这个概念 就是说是一个 在整个世界当中 独立存在的 具有它行政管理的 管辖界限和权力的 这么一个单位 比如国家 就是这样一个独立的经济体 比如某一个特定的行政区域 比如我们现在知道 中国的一个省份 台湾 它算一个独立的经济体 但是它并不算一个国家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 现在在世界上 它具有相对的这样一种 由各个单位和单元组成的 就是我们整个世界的现实 那么这个世界的现实 带来了哪些问题呢 带来了这样几个问题 一 它不再是一个 全球统一成一个国家的 这么样一个实体 那么在这样一个 基本的出发点之下 就有了这样一个情况 就是每一个国家 它都是在自己 或者每一个经济体 都是在自己所拥有的 这个资源的前提条件下 按照经济学的理念 按照经济学的基本的原则 在支配自己的资源 在有效的配置自己的资源 然后在有效的 按照最大化生产的原则 来生产产品 然后按照这样一个原则 去分配它的有限的产品 而这时候某一个国家的人口 也不再是一个 50亿 这样这么一个庞大的人口数量 而是可能有一些国家大一点 比如中国13亿7千万 比如有一些国家小一点 比如几千人口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 每一个不同的国家 每一个不同的世界当中的单元 或者单位 他们在自己有限的资源条件下 从事着他们自己的生产 从事着自己的资源配置 和从事着自己的消费的过程 那么如果是这样 我们自己也知道 这就是一个所谓的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但是问题马上就出现了 其实我们当这样去思考问题的时候 这个问题马上就出现了 马上出现什么样呢 就是各国家 无论它是自然资源 还是其他的生产要素资源 它的存量和它的运藏量 和它自己拥有的数量 是不一样的 有的国家在地理位置上 出在这样一个位置上 它可能恰好有黄金 比如南非 比如有一些国家 恰好出在这样一个资源位置上 比如它有石油 比如海湾国家 比如有些国家 恰好出在热带 它能够生产很多的热带的水果和蔬菜 有些出在温带 它恰好可以生产小麦和水稻 等等这一系列的这样一些国家的地理位置上的差异 会导致它的自然资源的禀赋 和可能生长出来的可供人类消费的产品 是不一样的 就是说这种自然禀赋的差异 导致各国家有一种所谓的 我们资源的这种拥有量的和有和无的差异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当它有和无这样一个资源的时候 就意味着你海湾国家有石油 你可以有柴油 可以有汽油 可以有其他的这个颜料油 这些都有 但是你做什么呢 你不能生产粮食 你有些国家 比如我有黄金 我的黄金很多 比如到南非区你看到很多金山 但是黄金也不能消费 也不能作为食物来消费 那怎么办 因此就有了各国家相互的这种交换的必要 比如说当整个世界分成不同的单位 不同的单元 不同的国家的时候 它很自然的 因为自然资源的禀赋就带来了 它这个相互依赖和相互交换的要求和需要 因此就有了所谓的 我们建立在这样一种自然条件基础上的相互贸易 或者相互交换的这种关系的存在理由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尽管我们说自然资源是一个方面 但另外一个 即使现有的一些资源资源 你可能生产的方式 生产的技术 生产的这种人类智慧在不同的国家 它所展示出来的优势也不一样 因此每一个国家 它可能在这个方面的生产上 它技术很好 在另外一种产品上 它可能技术不那么好 因此在生产同一个产品的时候 它也会有差别 比如它使用的资源的多少有差别 消耗的原材料的多少有差别 使用的燃料和动力的方面也有差别 因为这一系列的差别导致 即使生产同样的产品 大家的成本也不一样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 又产生了一种国与国之间的一种 相互需要的这样一种 祈求或者欲望 因此你会看到这个世界当中 只要它分成了不同的单位和国家 而且只要这种自然的资源 和后天的这种技术差异 是存在的 那么它就有一个相互交换 和相互依赖的需要 有这样一种需要 而这种相互需要 就带来了这样一种问题 就是每个国家能不能 发挥它自己的优势 专门生产它自己的产品 然后进行交换 进行交换 为什么这样好呢 认为每一国家 在从事它自己生产的时候 它总是希望 按照经济学的原则 总是希望它的生产效率最高 在有限的产出情况下 能够生产的量更大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最好的经济学原则 在这里体现出来 就是要分工 要分工 要分成每个国家 都专门生产它自己 最有优势的产品才好 最有优势 不是最有优势怎么样 不是最有优势就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你自己有优势的这种产品生产 被减少生产下来 然后你投入一部分资源 去生产另外一些产品 而另外一些产品生产的时候 你的效率又比另外的那些有优势的国家 要低 因此它造成一种资源的 使用上的这种浪费 因此最好的原则是分工 最好的原则是 每一个国家按照它自己有优势的 产品的生产能力 去生产产品 去配置资源 然后来求得产量的最大化 这是一个方面 但产量最大化还不行 因为你的消费是多样的 你消费的产品可不只是黄金 你消费的产品可不只是汽油 你消费的产品也不只是汽车 因此怎么办呢 就产生一种交换 这个交换呢 咱们这个英文叫trade 就是相互的这种交易 交换产品 当然还有其他的交换 但是这种trade呢 我们讲 在国与国之间进行的时候 它就是跨出了国界这样一个界限 进行的一种交换 这个咱们讲叫国际贸易 international trade 那么也就是说 当这个经济 整个全球的经济 被分成了不同的单位和国家的时候 再产生了分工进行生产 和最有效的配置 它自己资源的情况下呢 又自然的产生了另外一个相互依赖 和相互相成的这样一种行为 就是交换 就是交换 就是所谓的贸易 跨国界了 所以我们给它一个定义 叫国际贸易 国际贸易 而这种国际贸易呢 我们当然 每个国家都在按照经济学的原则 进行的生产 每个国家都是按照经济的学的原则 进行的这种交换 因此呢 其实国际贸易 如果取消了这样一种国家的界限的话 这个国际贸易 就是没有国际了 它就是贸易 没有国家的界限了 就是trading 就是trade 是这样的 那么就跟一个过去我们假设开始的时候那样 全球是一个国家那种情况是一样的 但现在不是 现实的情况是各国家在单位上是存在的 是一个具体的 因此呢 最有效的这样一种贸易方式呢 是反过来巩固一个最有效的 这个生产方式和资源配置方式的很好的条件 因此其实国际贸易 就是我们经济学上中通行的原则 在国际 国与国之间的一个具体的运用 所以我们说它是扩转了的经济学 它还是经济学 只不过在单位的划分以后 它就变成了一个有意义的 每个国家在它有限的不仅仅是有限的数量 而是有限的资源有和没有的数量 技术高和低的 你拥有这个技术和没有用不拥有这个技术的数量 这是我们刚才给大家讲的就是 我们为什么有了贸易 就是本来是我们经济学的 本来这个经济学是适应在这个地球当中 所有的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 需要有的这种情况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 需要国际报应 需要国际报应 这是我们看到 但是人们还发现 这样一种跨出国界的合作 其实还不单纯是一个 就是商品的交换 有时还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进行 其他的方式进行 可能也是有效率的 你比如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 FDI Foreign Investment 他叫做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就是所谓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其实是指什么呢 就是指某一个国家 它的企业用了更多的资金和资本 他把这个资金和资本投到了他自己所在国家以外的另外一个国家或者经济体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行为 他为什么这样做 他为什么这样做 这样做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如果这个资本在这个国家是比较多的 或者我们经济学的语言叫比较丰裕的时候 而另外一个国家 它的资本是比较稀缺的 我们经济学也把它叫 这种生产要素是不足的时候 那么当他把这个资本投到另外一个国家去之后 他和这个所在的国家的其他生产要素结合起来 他生产出来的产品是最低的 或者是最经济的 这个时候我们也叫一种资源配置 这种资源配置是什么样的资源配置 是跨了国界的资源配置 跨了国界资源配置 所以他叫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Direct和不Direct和Indirect有什么差别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其实这个Direct在很大层的 也是又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引出来的 什么样的经济学概念呢 就是如果一种资本以这样一种形式投出去 并且它在那边从事着一个 实实在在的生产过程的 我们叫Direct Investment 当然相对的另外一个方面的问题 就是Indirect Indirect是干什么的 就是干脆我不把这个资本 直接的变成生产设备和生产过程 投到另外一个 我把这个资金 把这个资金的购买任何一种生产能力和生产的机器设备的这种资金 借给别人用 借给对方的一个国家的可能的企业家来使用的时候 这种我们直观上就管它叫Indirect Investment 所以这样一种情况呢 它是不是达到了一个有效资源配置的目标呢 是的 认为当它这样做的时候 它就实际上印定了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当我这部分在这里面过多的资本投到另外一个国家去的时候 它一定会在另外一个国家产生的产出效果 比在这个国家更多更强 所以才有了这样一种投资的动力 而这种投资的动力 对于这个资本的所有者来讲 它能够获得什么呢 是获得了除了在这个国家的经营的成本之外 比在本国经营的时候能够获得的更多的收益的那部分 因为有这样一个动力 所以这个资本投到了另外一个国家去了 而这样一种行为呢 就是跨出了国界的不仅只是有商品了 还有什么 资本 还有资金 还有这种我们经济学讲叫生产要素的流动 其实这个流动的东西啊 还不只是商品 还不只是资本 人员也可以流动 人员可以流动 比如另外一个国家的工资水平 比我们这个国家高 那怎么样 我可能干脆跨出国界 到另外一个国家寻找工作 在那里获得一个好的工作机会和工作岗位 我的收入水平可能高一倍 可能高两倍 甚至高更多 为什么它有这样一个动力 为什么人有这样一个动力呢 很简单 因为人类社会在生产和生存的过程当中 它总是无论从个体还是从集体 它都有一个应该说大家不言自明的目标 就是追求好的生活 追求好的收入 追求好的可支配的越来越多的商品 追求好的可供选择的多种这样的选择性的能力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 任何一个人他都有这样一种基本的动力 如果只考虑经济学概念 只考虑经济学概念 比如它还我们加上另外一个因素 比如爱博的因素 比如我就喜欢在这个地方 因为这是生我养我的国家 所以我愿意在这个地方待着 我不愿意离乡背景到另外一个国家去 即使那儿的收入水平很高 但是我在这里生活氛围 文化氛围比较好的时候 我可能不去 但是这种经济收入的拉的力量 也是比较强的 那么如果你所在的这个国家 它的吸引力不够强的话 那么反过来就是推的力量就很强 所以那边拉的力量很强 这边推的力量很强的时候 那么就构成了一部分人 从一个国家移到了另外一个国家 这就是所谓的我们讲 劳动力的流动 或者人员的流动 实际上这种人员的流动 在当今的世界是非常多的 是非常多的 比如欧洲 欧洲现在它寻找工作的范围 就是欧盟的二十几个国家 它都可以有权利去寻找一个工作的机会 凭借它自己的知识 凭借它自己的技术 凭借它自己的能力 它在任何一个国家 都有权利找到一个工作的机会 以便他过上 他自己认为满意的生活 比如中国的一些个年轻人 他也可能到其他国家去 来寻找工作的机会 比如到欧洲去 到美国去 在亚洲的其他国家去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 这个世界的 或者这个全球的这样一种 我们经济学概念上的资源的流动 已经不仅仅是商品流动这样一种形式 还有什么呢 资本的流动 还有人员的流动 除了这些之外 我们经济学当中还有一个概念 叫什么 叫服务 service service 在WTO里面 就是在世界贸易组织里面 他们还讲一个概念 叫trade in service 服务贸易 为什么讲服务贸易 就是国与国之间除了交换商品 人员流动 资本相互流动之外 还有一个东西 服务的相互提供 那么这种服务的相互提供 有哪些服务呢 比如运输的服务 你把这个商品从一国家 运到另外一国家去 靠船舶 靠飞机 靠火车 等等一系列的这些个运输过程 那就是提供的这样一种服务过程 叫trade in service 还有种 比如到另外一国家去 给它提供保险服务 你这个国家 我有海上运输的轮船 我为了保障海上运输 可能风险的赔付 我向这个国家投了保了 但实际上我是另外一国家的货船 这是我可以投保 而这个国家提供的这种服务 叫保险服务 还有一些就是 比如兑换货币 比如货币的移动 支付的移动 等等这些手段 也是一种所谓的 我们讲服务的提供 之外还有比如律师 比如还有理发店 韩国人理发很好 他到中国来开理发店 那么韩式的理发的头型 那也是一种service 所以这种service 这种流动 在国际间也是存在的 因此当今世界 各个不同的地方 按照区域范围 按照国家的主权的范围 分成不同的国家和单位之后 他就有了至少这样四种 表现出来的经济活动的方式 商品的流动 资本的流动 人员的流动 还有服务的流动 因此其实这里面 一系列的这样一些活动 我们如果注意的话 每天每时每刻 在每个地点都可能 以一种形式表现出来 大家如果认真地观察的话 就是这样的情况 因此相应的 我们就看到 经济学概念里面 我们就有了 所谓跨国界的 商品流动的概念 跨国界的资本流动的概念 跨国界的人员流动 和劳动力流动的概念 那么这些流动 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其实所有的这些流动方式 都有一个最基本的 经济学的准则 就是有效 配置的最大的效果 然后产出 或者获得的收获 收获的利益最大化 这是咱们 扩展了以后的这种经济 扩展了以后的 国际合作的基本的这种情况 那么这是我目前讲 这整个世界是这样的 一个过程 但是呢 我们到目前为止 忘了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政府干什么去了 因为既然有国家存在 其实有国家在很大程度上 就是有了一个 主权的概念 美国家之所以称之为国家 或者独立的行政区 在很大程度上 它是有政府存在的 政府做什么 政府在这个资源配置 在经济的资源和要素流动当中 它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第一 这些政府呢 首先要维护自己的利益 扩大自己的利益 这是它扮演的一个重要的角色 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 或者一个独立行政体的政府 它不能够保护它自己的 社会成员的利益 不能够扩大自己 这个社会成员的利益 那怎么办 换一个政府 或者是这个政府的某些官员 要辞掉自己的职位 换更有能力的人上来 这就是政府的一个基本的职能 要能够在经济学的 基本规律的指导下 有效的保护它本国的利益 维护这样一种正常的经济秩序 然后或者使本国的公民 获得更多的利益 因此我们也给大家讲了 这么几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一个呢 就是首先是支持 你得支持本国的居民 无论它可能对或者不对 任何一个国家 只要分裂成国家 或者只要是 它是不同国家的这个经济体 那它一定会 以自己的利益 作为最大的利益 来优先考虑 它不可能说 我作为一个国家 我先考虑 这个其他国家的利益 当然也有国际主义 这样一个情况 但是作为一个国家的政府 它可能首先考虑是 本国的利益 或者本国的国家利益 在这种本国的国家利益的前提下 它确认能够保护这个国家利益的时候 它参与国际的经济活动 它确认这种利益不受损害的时候 它愿意跟别人合作起来 来扩展和保障这种利益的存在和扩大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 你能够看到 国家扮演这个角色是绝对的 比如说我们说 对国家对政府不满意 不满意是对它哪些不满意呢 其中有一个不满意 就是说 在你跟其他国家交往当中 你不能够保护我的利益 那是不行的 所以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这种准则 就是政府要保护本国的利益 要建立在保护本国利益的基础上 开展与其他国家的合作 但是在合作过程当中 一定要有一些个基本的合作的准则 这就是后来在世界范围内 大家知道的 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银行 世界贸易组织 和我们现在讲的WTO 以及其他的一系列的 国与国之间合作的一些个组织系统 那么这种组织系统呢 可以说是基本上维持了 这样一种经济的秩序 这种经济秩序 就是说通过资源的有效配置 通过一系列的这种商品 要素 服务等等方面的流动 实现这种全球的资源的配置最大化 当然目前来讲 应该说还有很多问题 所以这就是我们学这样一个专业的 一个基本的原因 那么就这样一种情况来讲呢 我们还有一个大家要知道 就是货币 那么货币它起了一个什么作用呢 刚才我们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因为在国际交往当中 它借助不同的货币来实现 所以货币不同的币值如何能够兑换 怎样确定它的兑换关系 又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所以你看这个国际经济关系呢 越是依赖越强 国与国之间越是有这种频繁的商品交换 频繁的要素流动 频繁的投资等等这些方面 越是需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 国际关系 所以现在人家讲 国际的这种经济关系呢 叫 interdependence 为什么interdependence 就是相互的这种依赖 叫interdependence 我们过去总强调independence 就是独立 那么国际经济这个领域当中 要使得利益最大化 在很大程度上 从我们经济学的角度讲 就是要恢复 它作为本来同一个地球 这样一个全球化的一个 经济的有效的资源配置 这样一个概念 因此呢 我们学的这个国际经济贸易 这样一个学问呢 是要解决这个 如何在这样一个世界范围内 实现最有效的资源配置 以便每个国家都能获取 最大限度利益的这么一个学问 那么这个单元呢 我们就先讲到这种 今天有一个我们有用的 我们有 nine话证客 进一步 我们就先讲到这个 各人